大家好,今天去逛纽约最大的奥特莱斯 伍德伯里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开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还要加货场费 伍德伯里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又名伍德伯里奥特莱斯或纽约奥特莱斯 是一座位于纽约中央三股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为西蒙地产集团旗下的名牌折扣购物中心品牌所拥有 并以购物中心所在县市为名 购物中心于1985年开业,并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扩建 如今的伍德伯里奥特莱斯总占地面积超过72000平方米 共有220家零售店,是世界上最大的畅货中心 由于购物中心面积大,其地图案主营业务用不同颜色标注不同区域 周末克流量大使商场班车往返与停车场和购物中心 由于购物中心靠近纽约市,古德伯里奥特莱斯也被称作纽约奥特莱斯 是外国游客来纽约旅游的重点景点之一 近年来,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依旧超过日本旅客 成为光顾购物中心最多的外国旅客 从纽约市前往购物中心当日有往返的旅游大巴和百度车 购物中心也有翻译货币兑换及外国邮递服务 购物中心广播除了印译语外,还用普通话、日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进行播报 伍德伯里中心所处的奥兰字线在其官方公告中称 将伍德伯里购物中心称为该线的摇钱树 即便是纽约州最近削减营业税后 购物中心售卖的服装及鞋类商品的营业税也是该线重要收入之一 购物中心也在当地物业税中贡献了很大一部分 伍德伯里购物中心位于32号纽约州州道上 17号纽约州州道北侧 纽约州高速公路87号州级公路16号出口旁 在周末百度车往返与购物中心和临近的哈里曼站 该站可绳坐大都会北方铁路结尾斯港线 伍德伯里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为该线带来大量税收的同时 也带来了巨大的交通拥堵 尤其是在各大重要的购物季 2001年的黑色星期五因交通拥堵被载入史册 当天不仅仅通往伍德伯里的高速公路拥堵 当地小路也堵成一团 有些人在购物中心内的道路上被围困长达几个小时 伍德伯里正政府及居民对此极其失望 指责纽约州警察局 名牌折扣店中心及西蒙地产集团对此反应过慢 希望他们改善交通拥堵状况 接下来的王斌纪念日时 一直排到牛宝 警察局要求正政府为32号周到南行方向 建造新的出入口 方便车辆上高速 据报道 在纽约交通部的促进下 该闸道的设计和修建进度大大加快 购物中心不仅为当地居民带来交通不便 同时也带来不小的环境污染 该购物中心位于中央三谷地区 狭长的谷地一端 汽车委屈带来的空气污染不易散去 除此以外 伍德博里居民认为购物中心 只为城镇带来犯罪率交通和污染 2007年的黑色星期五 伍德博里奥特莱斯第二次进行 年度午夜狂欢购物节 吸引大量顾客前往 当日交通拥堵 滞留路段最严重时 长达10英米 16千米 谈到伍德博里购物中心的扩建计划 2001年购物中心宣布 赤值1亿美元进行扩建 为购物中心新建三层停车楼 增加6万平方英尺 5600平方米 零售商店新的商店立面 改善购物中心交通状况 据统计 该扩建项目新增400个建筑相关岗位 新的商店带来350个到400个就业机会 扩建计划与高速公路改造同时进行 预期三年完工 停车楼于2015年8月完工并投入使用 停车楼内装有车检检测系统 通过天花板上的红绿灯 指示该车位是否被占用 方便驾驶人寻找空闲停车位 或者前往其他楼层 减少为了寻找停车位浪费时间 并改善出入交通 这里谈一下工厂直销店的概念 是起源于美国 最初是厂家将一些过剩 或者微有瑕疵的商品 以低价卖给员工 后来发展成对公众开放的店 而美国各地也有很多 各家工厂直销店的集中商场 是小伙伴们日常或者节假日 平时少货的好地方 美国最大的购物界 黑色星期五即将到来 为了这一年一度 折扣力最大的时刻 所有的商家都死尽了浑身的泄数 可以看到平时就有许多打折单品的 奥特莱斯 今天更是放出了白菜价的港节 黑五折扣 所以想要入手折上折的大牌好物 这个黑色星期五一定要来奥特莱斯扫货 这里驻扎了250多个品牌 无论是一线大牌还是平价品牌 从服饰香包到家居母婴 大家熟知的牌子这里都有 大部分品牌在日常就有25%到65%的折扣 碰到节假日折扣力度更大 一折二折是常有的事 不要以为这家奥特莱斯卖的都是一些过季款 其实这里有很多新品和其他店铺买不到的款式 但是通常不会有折扣 但是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快销的品牌这里没有 比如H&M ZARA这些都没有 关于营业的最新时间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询 这个奥特莱斯商铺四周围都是免费的停车场 但是人流多的时候停车位还是比较早的 建议大家提早来 当然还有很多交通方式可以到达 包括火车出租车网约车甚至直升机等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交通方式来 在黑色星期五来到的时候 很多资深的购物狂他们会住在这个商场的旁边 所以有的购物者不想经历一大早堵车 跟别人抢停车位的烦恼 很多人提前一晚就住在奥特莱斯附近 等待商场开门就直接开逛 这家奥特莱斯实在太大了 如果每家店要仔细逛 一天一夜都逛不完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有一张地图 大家可以到购物中心去领取 这家奥特莱斯就算走马关花 点到为止也都耗上五六个小时 是否值得去需要大家自行考量 如果大家从友约华人社区法拉盛 坐巴士出发的话 大约车程需要一个小时 这家奥特莱斯的管理者将整个购物村 划分成不同颜色的五个区 包括紫色红色蓝色绿色以及金黄色 每个不同颜色的购物区都有标示图 同时还有编号辅助 最好的购物路线就是 划分好颜色逐一扫当 如果这家奥特莱斯说自己是第二 全媒没有哪一家奥特莱斯敢说自己是第一 这个奥特莱斯是绝对不可错过的血拼胜地 这家奥特莱斯商场感恩节当天是关门的 次日凌晨开始营业 也就是第二天早上大概六点过 但是每个品牌开店铺的时间有所不一样 有一些大牌在黑色星期五凌晨或者七点才开始营业 很多网友在网上总结了购物路线的规划 如果时间充足 从停车点最近的商铺开始顺着环形开始逛 如果时间紧人流多 建议直接冲向热门店铺折扣力度大 或者你最需要的品牌 因为这些店铺往往需要排队 小件的东西先买 大件的东西后买 带个行李箱或者现场购买一个拉杆箱 也是很多人的奥特莱斯购物窍门 这家奥特莱斯还可以帮你邮寄 寄往一些免税周还可以省钱 但是在节假日一些店铺不提供邮寄服务 可以自己现场询问店员 用餐 在这家奥特莱斯里面提供各种快餐 餐厅分布在各个角落 吃饭完全不是问题 如果担心人多需要排队倒是可以自己带食物 2021年的黑色星期五马上就要到了 一年里折扣力度最大的时刻又要开始了 很多店早就已经开始打折了 而且感觉和黑五当天的折扣基本相同 只是部分在黑五当天早晨10点之前会有额外的折扣 一些大牌在感恩节不开门 只在黑五凌晨或者五六点钟才开始营业 一般折扣都会延续到12月初 所以怕感恩节黑色星期五人多的朋友们 在那之前或者之后也可以去购物 伍德伯利奥特莱斯本身就像公园一样 他坐落在美丽的绿色山丘之中 所以你来购物的时候 感觉好像你置身于瑞士一样 商店在白色的木制箭之中 整齐的排列在广场和街道上 他们的装饰都非常的时尚 因此没有荧光灯 和像其他商店一样 专忙打折衣服的处理区 这里购物的气氛还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坐大巴来这家奥特莱斯 在大巴上你就会收到奥特莱斯的平面图 因此你不会错过任何一家商店 如果某些商店内部非常拥挤 可能会需要在门口排一下小队 另外餐厅还提供免费的WiFi 这样你就可以将你看到的最好的好物 告诉家人和朋友 从纽约坐大巴来这家奥特莱斯中心的朋友们 不用担心座位 因为座位是提前预定好的 另外商店还对同学有一些优惠 所以学生们去逛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学生证一起带上 这家购物中心还支持迎联卡消费 部分商店还能够支持支付宝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如果你从纽约坐大巴来 它的价格是不同的 有的公司成人的往返票 是37美金 儿童是21美金来回 有的公司是来回42美金 大巴发车的时间最早是早上7点过 晚上坐大巴返回纽约市区的最晚时间 大概是9点20左右 这里坐火车也可以到达 但是比较麻烦 因为需要换绳 并且你从火车站下车到这个奥特莱斯的话 还要花6到7美金打车 有的朋友购完物以后是直接去纽约的肯尼迪机场 在这里如果叫网约车去肯尼迪机场费用大概是40美金左右 这家奥特莱斯他们在一些较大的节日有优惠活动 这些节日包括总统日 在美国很多奥特莱斯每次都能找到一种想要一贯到底的冲动 因为相对比较 价格有时候确实很有诱惑力 堪称白菜版的奢侈品 近年来美国各类商场越来越感受到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 同胞们的风头直接盖过当年的日本游客 很多商店都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导购服务员 尤其是在一些国内比较火的品牌的商店里 更是成了中国人的天下 但是要记住自己喜欢和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不一定要去一味的追求什么大牌或者所谓的流行 无论是包包还是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展示 最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和品位 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潮流 其实在一些冷门的品牌里跳到适合自己的商品 反而更容易淘到好的东西 从纽约市区坐大巴来这个购物中心 有几个上车地点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查询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